原來朱古力布朗尼和酵棉花糖的味道真是很配合 用氣炸鍋很容易做 吃起來還有拉絲的效果 現在我們就一起來做這個酵棉花糖布朗尼 現在我們先講講材料 材料有朱古力100g 無鹽牛油80g 雞蛋2隻糖40g 低筋麵粉50g 可可粉15g 果仁適量 棉花糖適量 鹽1茶匙 而我今天用的模具就是 菲利普氣炸鍋附送的這個6吋x6吋的焗盤 我們要先剪裁好的牛油紙 再放在焗盤裏面 準備好材料和用具 我們現在開始蒸了 先把100g的朱古力溼出來 再放入80g的牛油 進去一個乾淨的容器裏面 準備一個鍋 加入一些清水 開中火加熱一點水 然後我們把放有朱古力和牛油的容器 載入這個熱水裏面 把朱古力和牛油煮熟 直至朱古力和牛油都完全融化 順滑 我們就可以關火將它拿出來 這個時候我們把50g的低筋麵粉 15g的朱古力粉 過篩加入朱古力漿裏面 再加入1.4茶匙的鹽 可以提升朱古力的味道 然後我們把材料攪拌均勻 一直攪拌至粉漿順滑 完全沒有粉粒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在一邊備用 這個時候我們打兩隻雞蛋 進去一個乾淨沒有油沒有水的容器裏面 再加40g的沙桃 將它們放入剛才的暖水裏面 這個時候我們不需要開火 我們攪拌雞蛋 令糖完全融化 熱力可以令糖容易溶化 和一會兒打發雞蛋的時間縮短 當糖完全融化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我們轉用電動打蛋器去打發雞蛋 我們用最高速這樣可以縮短打發的時間 由於這個食譜 我是不會用拋打粉這些膨脹劑 所以布朗尼有順眼的口感 我們就花點工夫 打空氣這些天然膨脹劑 進去蛋裏面 打了大約三分鐘左右 你會看到蛋漿體積變大了 顏色也變淡了 撈起蛋漿的時候 滴下來的蛋漿不會立即沉底就可以了 我們將打發好的蛋漿 加入剛才準備好的巧克力麵糊裏面 然後攪拌麵糊 因為麵糊也蠻熱的 攪拌的速度我們可以快一點點 由於這個巧克力漿也蠻重的 攪拌的時候可能會發現有些燒泡 正常不用擔心 直至所有材料都攪拌均勻 糊漿便完成了 現在我們處理果仁了 果仁的份量和款式 就隨大家自己的喜好 我現在切碎果仁 再加入巧克力麵糊裏面 攪拌均勻 接著我們預熱氣炸鍋到160度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把麵糊加入蛋糕模裏面 再用刮刮平表面 讓它更好看 再等一等麵糊 讓麵糊分布得平均 我們就可以把蛋糕模連麵糊 放進去的氣炸鍋裏面 氣炸160度18分鐘 出爐了 整家屋都很香巧克力的味道 我們刮竹籤進去 拿出來如果沒有濕的麵糊 就代表蛋糕熟了 現在已經是一個很好吃的布朗 可以吃的了 不過我要再邪惡一點 加上棉花糖上去 棉花糖不用排太多了 因為待會焗的時候都會彈醬 我們烤一烤焦棉花糖 180度3分鐘 你看看棉花糖脹焦焦焦的 多可愛 先拿出來 先放在一旁 放涼 放涼的棉花糖 雖然沒有剛才那麼飽滿 但也一樣可愛 不影響的味道 我們再在上面 放一些朱古力妝做裝飾 先切開它看看 朱古力布朗尼很鬆軟 這支棉花糖吃的時候 還有拉絲的效果 香濃的朱古力布朗尼 配上雲尼腩味的棉花糖 味道真的很好 再加上拉絲效果的棉花糖 口感很好 先吃吧 多謝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讚好留言和訂閱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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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